一群人先上坡 在下街道小溪谷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走得步步惊心 在地方人士以及当地里长等人 前岛随身保护下 跟着在涉水走过充满土石块 又泥鳞像是小溪谷 又像是小鹿的途径 终于先看到煤矿层的鹿头 杨秀玉很开心 这个是煤矿喔 鹿头 这是煤矿喔 看到这里没有 这个就有油矿 他们看到这个才开始往下滑 你看那个 没拿一点点没关系 你两分里头 这个是矿喔 煤矿没矿 对 你这个几千 老旗有瑞这边都是以矿为生 开心不到两分钟持续沿着小溪谷路径 往前挺进一阵子后 再下切 一行人跋山涉水 终于看到民国74年封坑后 不曾对外曝光的七毒有瑞 陆寮二坑煤矿移址 陆寮二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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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陆寮二坑 陆寮二坑 杨秀玉和当地有二里长 苏丘福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因此和地方人士都希望市政府 可以争取文化部方面的支持 评估能不能够规划 恢复陆寮二坑煤矿移址 串联已经开放的陆寮一坑 以及陆寮坑车站移址 和曾经通过有瑞锡的煤矿台车桥梁移址 形成有瑞矿业文化观光园区 那早期我们有瑞跟这个马林 都是以矿业为生 那这里保有很 就是矿业的一个原始风暴 那我们希望说 金融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文化局 是不是能够到我们文化部 这个文资局这边 是不是可以去提出一些计划 来争取一些经费 让我们在地的这些所谓的一些文化 能够更活化 就是未来在观光这个景点 能够更活络 那主要也要告诉我们年轻人说 当年的这个爷爷奶奶 我们的爸爸妈妈 当年是怎么样养我们长大的 我觉得这个故事要把它延伸下去 我觉得这个在这一方面 在基隆这一块做的不是很久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金融市政府 在这方面要加强一下 跟这个我们的文化部 这边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让我们社区更活化 苹果其实四年 那个在风坑 那这个是有历史的 有历史的建议 那个逛坑 希望我们文资局 还是金融市政府 来把它整理一下 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陆寮二坑的存在 陆寮一坑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那这个陆寮二坑 就很少人知道这个陆寮二坑 因为它提早封坑 所以这个坑口它没有封 把它封闭 所以它是很完整的一个坑口 我们尤瑞有这个 很完整的矿坑文化 宜机 还有一些缆车 缆车间啊 风口 这些都很完整 还有也希望说文化局 能够把这些 能够稍微整理一下 让我们尤瑞的美 跟大家分享 给大家能够来这边踏心 让大家市民都可以来看到说 我们以前父母亲 是怎么一个辛苦的过程 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文化 文化部 文资局这边也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支持 这次的现场探勘是因为中央文化部方面委托 相关单位人员特地到七独有类开会调查煤矿历史遗迹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刚好在附近服务基层 相逢自视有缘 地方人士当场邀请副议长杨秀玉和记者一起前往探勘 特别是七独有类地区以往是基隆著名的煤矿区 随着矿业没落许多矿坑早已经淹没在荒烟漫草中 希望未来有机会让外界和后代子孙也可以看见 友类矿业当年的风华 以及仙人们过去为了家庭和生活的辛苦 路条莫坑探探探成功 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